这个单位基本向量 它的第二个性质 就是如果你把I跟I本身做内积的话 或者是J跟J本身做内积 或者是这个K跟K本身做内积 那他们做出来的内积是正一 正一 那这个我们也把它稍微证明一下 这个I跟I做内积 根据上面这个定义 它就是I的长度 乘上I的长度 再乘上I跟I的夹角 这个I向量跟它自己的夹角当然是零度 这两个向量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它的夹角是零度 那么cos0是正一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I的长度是一 所以它这个是指到最后一乘一乘一 因此就是一 这cos0是正一 cos0是正一 好 谢谢观看